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青年报吉记事 今集就讲讲买二手车的经验 这个买二手车流程主要是在运输署 与以往的政府文件办法一样 有自己扮,有被Agent 扮 那我就比较懒,我就比Agent 扮 因为在文件上就减少了这个内来回备 或者是欠了一些文件 要再补办那种麻烦 那我就宁愿给少少钱 Agent 其实这里的Agent 等同我们 香港以前80年代经常讲的通天经纪 即是它要抽些少用金 就和你扮了最繁民欲哲的部分 最简单找到Agent 的方法 就是在运输署三号大楼的外面 小食亭已经有一排的当口仔 好像我们的写信佬那样 跟他说要转名 他还要查询你的文件 然后就会帮你代办 那听说呢 就算有些文件未够齐存 或者资料不足 外面有些Agent 或者帮你代办 这方面就不太清楚了 好了至于文件方面 要带些什么呢 买家就需要这个Passport 这个Visa到期日的Copy Passport的Copy 住址证明 住址证明 以往都讲过很多次了 要在这个屋苑那里 或者业主那里办理了这个TM30 所以拿着这个TM30 去移民局 扮你这个Resident Certificate 扮了这个Certificate 就拿着这份移民局的有效文件 去这个运输署办 这个住址证明 还有汽车的Green Book 有些叫Blue Book 就是这个汽车 我们的所谓排布 其实架子执照是不需要的 但你都大鼻无防 影影顶都无防 至于卖家方面 如果卖家是泰国人 其实有他的身份证资料 就已经可以了 当然了 包括刚才说的卖家 这辆车的Green Book 连卖家车 就一次过去 这个运输署的三号大楼 就应该办理这个手续了 至于如果卖家是 外国人 或者香港人等等 他就要这个Passport 和Visa到期日的Copy 有说法是 连这个卖家 都要做一个Resident Certificate 这方面我这次就没有 所以就不太清楚 但正如官方文件 就说是需要的 带齐这些文件 其实Agency 会帮你代办 如果你的车 是超过7年 是需要每年驗车的话 那你就要駕駛这辆车 去运输署 先做了一个驗车手续 他就会发那张Resident 给你 你就拿着这张Resident 就给刚才说的Agency 他就帮你搞了所有的车续 简单 这个预手车的流程就是这样 其他关于每年的牌费 或者你的驾驶执照 另外再找个题目再说 今次就简单说了这个方法 我想也是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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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